蔡英文总统这次访美的行程 是有一些譬如说 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 这个是从未发生过的 再一个就是有两场演讲 一场是在加州 另一场是在纽约会有两场演讲 在加州是在加州的里根图书馆会发表演讲 使我个人是觉得说蔡英文总统访美 如果说二选一的话 我说如果二选一的话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访美 比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来台湾好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蔡英文总统有魅力 就是有魅力的领袖 他出去比人来好 就是比较丢人的领袖 你会希望他不要出去丢人 譬如说柯文哲 你们不觉得柯文哲这种人去美国 台湾人你们觉不觉得很丢人 你们会不会希望说柯文哲最好 如果他就柯文哲这种人 请他留在台湾就好 如果柯文哲没有办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话 你应该会比较希望柯文哲出现在台湾新闻中 而不是出现在美国新闻中吧 你应该不会希望说美国人打开电视 看到了柯文哲的发表一个演讲 因为这个时候美国人会想说 就是怎么这样 怎么台湾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这样 对不对 瞬间对台湾的印象就变差 真的 我就觉得柯文哲那张脸出现在美国电视中 应该大家对于台湾的印象会变差吧 所以说还好柯文哲这一次据说他去美国 没有什么曝光度 没有什么人搭理他 就如果他真的能上美国的电视媒体之类的 你们不觉得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很大伤害吗 所以说我真的不理解 就是说会支持侯友怡当总统的人 你们不觉得侯友怡那张脸 如果是出 就是侯友怡那张脸 侯友怡那个形象出现在世界上 是对台湾形象的致命的伤害吗 你们不觉得吗 就是说我不要提侯友怡的政策 也不要提柯文哲的政策 我就说他们的气质 他们的气度 他们的形象 他们就是他们的那一种眼神和表情 你们不觉得很很丢人 很掉份吗 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北方人叫掉份 就是说你 你本来大家对台湾印象在这里 看到柯文哲和侯友怡出现 印象突然就跌了 真的会 真的会 你们知道就是杜鲁多刚上台的时候 杜鲁多不是很帅吗 就是杜鲁多刚上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加拿大在国际社会上 形象特别特别好 然后当然后来大家发现杜鲁多是个草包 对出了帅一无是处 对 然后大家对加拿大印象就跌下去了 但是他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蛮 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要说哈 就是马英九他是再烂 马英九是 马英九就是不要提了 就那些个内政外交一塌糊涂 但是马英九至少他走出去不给台湾丢人掉份 你知道就是那个脸出现 就马英九的脸出现的那一刹那 至少在他做总统的那段时间 我没有说他现在割眼袋这个事情 就是不要跟我提马英九割眼袋 他割眼袋其实割得非常不成功 就是马英九自从割了眼袋之后就特别像 就特别像特定人群 我就不说了哈 就是特别像特定人群 那总之在那个时候 马英九走出去还是不丢人的 就是不丢人啊 就是不听他张嘴 不听他说话啊 他微笑啊 还还不错啊 还不错 对 而蔡英文总统那就是更 那就是我觉得蔡英文总统是很迷人的 就是说这个我作为英粉 对我没有办法不觉得蔡英文总统很迷人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很迷人 很有魅力 那么这种领袖 我更愿意他出去 对我更愿意他出去 对他出去 他离开台湾之后 他很自然的跟美国的社会各界的互动 他会上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新闻会对他在美国的种种行为 有很多报道 那很自然 他就是我觉得就说 就是他很迷人呢 对啊 他很迷人呢 他很有魅力呀 那这种人你当然愿意让他出去 对吧 给台湾带来一些好朋友啊 带来一些就是很光 就是很光彩的那些 对吧 那些瞬间呢 对那如果见不得人的话 那当然就希望说请你在台湾就好 对 你最好不要出去 对出去也最好不要有什么影响力 对 安安说不要小看柯 年轻人 某些年轻人多的频道 几乎一面倒的支持柯文哲 嗯 就年轻人很容易被糊弄 嗯 你们知道就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 会被那种非常非常丑的那种老男人骗 你们知道吧 嗯 对 嗯 但是希望年轻人早日觉醒 希望年轻人早日觉醒 就是说 年轻女孩谁还没遇谁还没遇过几个渣男 但希望年轻人早日觉醒 赖清德形象也不错 对 明开说赖清德形象也不错 对对对 赖清德形象都不错 都比柯文哲和侯友怡强太多了 柯文哲 柯文哲都比侯友怡可能还稍好一点 好不到哪去 你不觉得柯文哲长得很丑吗 柯文哲和侯友怡长得很丑哎 就是我我不是说赖清德很帅或者蔡英文很很很漂亮 我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至少他们都不丑 我们平心而论啊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碰见一个长得跟蔡英文一模一样的人 或者碰见一个长得跟赖清德一模一样的人 你不能昧着良心说他们丑 对吧 但我们就是抛离柯文哲和这个侯友怡的所有的背景 他们做过的所有的事说的话 你就看他的五官 你不觉得他们长得有点丑吗 对 他们真的有点丑吧 你又再说小英气势是这几年起来的 对对对 蔡英文总统他的这个气势是这几年起来的 蔡英文总统人家从来就 就是他以前像学者 现在像总统 那不管他怎样 就是人家 对就是 就是我就说你就想象一个 你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你们家邻居 长得是蔡英文这样 你也挺喜欢他 对 至少人家 对 就是人家过去是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 就是你会对人家挺有好感呢 对不对 那你说你要是隔壁住了柯文哲这样的 或者是住了侯友怡这样的 你应该没有什么兴趣跟他打招呼吧 柯文哲和侯友怡 真的很丢人 真的蛮丢人的 对所以说真的 我觉得我很开心柯文哲去美国没人见他 那要是有人见他的话 多丢人呢 多丢人 人家说啊 为你介绍 这是台湾 这是台湾2024啊 总统的候选人之一 丢不丢人呢 多丢人呢 希望年轻人啊 早日觉醒啊 真的就是 我就发现年轻人 他有的时候他会 他们会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他们 他们会 就是我说的 年轻漂亮的好多女孩子 他会跟一些非常又老又丑又胖的老男人在一块 这个老男人也未必有钱 你们知道那种现象吗 其实挺多的 就是经常就是或者说你 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觉得说 哎你这么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怎么会跟一个那么烂的渣男在一起 对就是年轻人容易上当受骗 谢谢鱼工盖房 捐赠了我75台币 说柯文哲的一个大问题 是跟他合作合作过 以及帮过他的人 不欢而散 恶言相向 做人处事有问题 对 柯文哲很坏的 我觉得柯文哲和侯友宜 都是相由心生 他们都是蛮坏的人 这是周玉寇 这是寇寇姐说的 寇寇姐曝光的 说 言为词 被侯友宜笑着说 我如果再用力 你会选得更辛苦 那 前新北市议员李坤成 说 李坤成呢 他担任林家龙竞选新北市长的发言人 有一次呢 开记者会批评侯友宜 之后呢 在一个公计的场合遇到了侯友宜 侯友宜看到李坤成之后说 议员 你要选立委 然后李坤成 礼貌的回应 是啊 侯友宜就说 就笑眯眯的说 你弄我 我就把你弄回去 你弄我 我就把你弄回去 就赤裸裸的像黑道的这种威胁 赤裸裸的黑道 大哥式的这种 都不是大哥了 你们能想象就是教父这么说话吗 你弄我 我就把你弄回去 你们能想象说 美国的黑道的那个 那个教父这么说话吗 不可能 不可能好吗 不可能 侯友宜就是一个打手 一个狗腿子 他哪有 他都没有黑道大哥的风范 说他是黑道大哥 都是糟蹋黑道大哥 你听过哪个黑道大哥 哪个就是说 美国的黑道的教父说 你弄我 我就把你弄回去 他不会这么赤裸裸的威胁吗 对 然后张志豪说 去年议员党内初选激烈 说某个场合对张志豪说 小心被干掉哦 对 说前阵子党部开记者会检讨 侯市府设政系统失灵 结果呢 侯友宜就派中和区长说 要来他的地方服务处 礼貌性的拜会 礼貌性的拜会 侯友宜他真的 他都没有教父的水平 你能想象教父这么说话吗 一方就是一方大佬 他不会这么说话的 侯友宜说话 真的很像这个狗腿子 很像狗腿 大太监 侯友宜很像大太监 柯文哲也很像 侯友宜和柯文哲 都蛮像太监的 他们的做事风格 我是说他们的做事风格 我没有说他们长得像太监 他们的做事风格很像 就是那种赤裸裸的 就是那一种威胁 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人家说 就是说 就是你说教父也好 黑道大哥也好 咱们说的什么一点 就是说脏活 是底下人去干 对吧 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就是你不听我的话 我把你弄死 就这种话通常是小弟在说 就是大哥是不这么说话的 大哥是说 朋友们好 大家都好 就这样 对 其实背地里 说把那谁谁给我弄死 对 那是背地里吗 就是当面吃肉的威胁 这个真的一般是狗腿子 大太监干的 那Indie Sky说 脚头都不会口气这么烂 对 我就是以我所知 就是说真的 就是说大哥们都不这么说话 就是你 你干嘛呢 对吧 你小弟去威胁就好了嘛 这个大哥当面 直接说 我弄你 而且还要我弄你 什么叫弄你 揍你一顿 对吧 还要我弄你 就是很恶 你台湾人 就是你们要 你们想一想 就支持侯友谊的人 你们想一想说侯友谊 他将来如果成为了台湾的总统 他将来去跟世界各国领袖互动的时候 他说我弄你 对吧 你弄我 我就弄你 那你说人家人家会觉得说你干嘛 你是你是干嘛呀 侯友谊就这个说话水平啊 侯友谊的说话水平就是这样的呀 说说小心被干掉哦 说我弄你 你弄我我就把你弄回去 弄来弄去 还弄来弄去 天哪 就是这种人 人生有梦说侯要是敢当面呛习近平 拜托 这好有仪式习近平的狗腿子 还当面呛习近平 不跪下就不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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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